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碰到前后两台车 而且左右也是要跟前后车保持一条直线 之前在一二年的时候 我和我的好朋友包藤井曾经打破过7次这项记录 把成绩定格在15厘米 这次就是想把这个记录再抢回来 但是已经到了很极限 他们已经把记录做到了8.6厘米 早在一个月前 德国的选手也在吉尼斯之夜上挑战8厘米 然后没有成功 希望这次挑战能够成功 好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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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韩乐挑战的 最短距离停车入位 最终的成绩为8厘米 所以这是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么高速的过去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什么参照物 其实对于我来说后面就是一堆墙 比赛的规则 游戏的规则 我们这台车跟着什么都没有赶 能坐到这点我觉得也是车的非常不错 然后给我很强的信息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95%的是不成功的几率 然后只有5%的成功的几率 然后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然后真的是很难 这个项目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极限 但我相信人的潜能是无限的 我仍然希望其他国家的车手能来继续挑战 同场经济是我最期待的 只要在同等的经济条件下 我相信我们中国车手能做到世界上最棒的 我相信我已经到达了架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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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相信我已经到达了架了